今天早上的 stomach Vietnam 好";早上! 所以美国华传资金 Productions 好一个是极他、不 Emmett 最主要的原因是 可一可乐、强伸业绩於好过预期 强伸确上升了全部传近传 气氛也做得好 外科方面同市共有estäxa 導致方面升了286點,34798 至於S&P方面升了35點,4358 至於納資方面升了133點位置 場外期貨今天預計行指有機會高開 高開200點左右,274點位置 我相信消息方面比較多,大家繼續看著美企業職 壞消息也有,最大的情況是繼續關注多國疫情的情況 似乎有一個升溫在 中美關係要留意,因為美國國務卿會在星期日訪華 大家也要留意,歐洲央行也要留意 因為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有機會調整 市場預期九月份有機會增加買資計劃 大家也要留意 所以我們會留意 今天的行程就在這裡 繼續說回恆子的走勢 這裡 恆子走勢 之前就多數用保力加通道去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就說呈現弱勢吧 如果真的用保力加通道日線去看的話 要上回中軸樓上才叫做扭轉之前的弱勢 所以歐洲是28,200的位置 要反彈到這個位置 昨天來說,就是失手250天線 這裡有總結 過去三年,恆子一旦失手250天線 其實呈現弱勢的機會很大 這裡有說回是18年到現時 這裡就是四個箭咀 這裡就看回 這條線就是250天線 這是日線圖 逢它跌穿250天線 第一個箭咀,二、三、四 第四就是現在 頭三這幾個箭咀都顯示 其實它會有一個弱勢 當然弱勢的程度和幅度不同 但是你看到過去三年 其實技術方面,你說跌穿250天線 還有這個就是19年大概四月左右 這個也是弱勢來的 但是就叫做回調了 我想這裡大概一個月或者半個月左右 有一個反彈 但是最後跌穿也是再下跌 所以你看到一旦跌穿250天線 走勢都是弱的 還有其他指標 甚至RSI、MACD都是弱勢 所以情況就不算是很樂觀 好,繼續下去 我們再用第二個技術指標去說 也是用黃金比率去說 其實有一個我們叫做 支持位 總結支持位 我們看看去年九月的時候 恆指的低位 以及今年年頭二月的時候 恆指的高位 累計升幅了多少 用了黃金比率 和大家去計算一下 所以如果大家去計算的話 一個真的比較大的支持 就是26,200 或者你當心理關口26,000 所以為什麼市場都說 26,200 不要失手 就是這樣 大家都是用了黃金比率 0.618去計算的 好,消息方面 今天比較散 先說北水 大家可以繼續看這幅圖 然後我就說北水的情況 北水方面 繼續有淨流出的情況 昨天流出有36億 要留意 現在已經連續三天 有淨流出 流出金額三天 累計已經超過101億 表現不算很好 那繼續是騰訊美團 繼續被北水沽 騰訊方面有 接近30億錢去沽 所以你看到金額真的很大 短線來說 我對騰訊也繼續有戒心 美團方面也接近12億錢 就是流走的 小米又是新經濟股份 小米也有5億錢流走 而至於其他股份方面流走的話 就有安達 安達體育有接近2.7億錢流走 以及順熱光能968也接近2.1億錢流走 如果真的說回 本身說回一些體用品股份 首先也有說過 疫情是多的 以及如果看回日本東京奧運 星期五是開幕的 但始終當地的疫情也持續 多名的運動員和工作人員都染疫 所以看到昨天奧委會的秘書長 昨天記者會也說不排除 最後一刻因為疫情取消奧運的可能性 明天就開幕了 看看情況如何大家也要留意 但是星期二也有說 奧運之前整體體用品股份的氣氛很好 但之後其實相信資金流入 體用品股份的機會未必這麼大 以及北水如果開始都沽的話 大家要留意 好,那流入方面 有幾間公司 最明顯就是若名生物的2269 昨天就遭到股東減辭 但是北水就是繼續有個湧入的情況 昨天超過12億錢流入 都比較明顯 至於中國移動近期都有 北水流入 昨天有挨近2.9億錢流入 汽車股份就繼續有資金流入 分別是長城汽車 有二、三條三的 昨天挨近1.9億錢流入 當我繼續有個聲勢 昨天北水也在挨近1億錢流入 吉利也有 但是金額不算多 就三千多萬左右 還有供封禮業昨天破頂的公司 昨天北水流入的金額也有1.3億 好,那 除了疫症的情況之外 內地其實你昨天看到 在河南方面 也看到暴雨在這裡 千年一月也不太好 也挺嚴重的 因為洪水也湧入了 地下鐵、車廂等等 全省超過10萬人要疏散 整體氣氛或者情況不太好 甚至是個別地區 甚至乎 下雨的情況 是超過8米左右 真是一個比較明顯的天然災害 昨天看到很多內險公司 就說收到很多車險的報案 當中評寶來說 昨天也有新聞說 接到差不多有兩萬格的車保 有機會賠償 差不多是六億錢 而其他的保險公司也收到相關的車險報案 所以看到短期來說 也有機會有一個弱勢在這裡 大家也要注意 短線 但長線來說 始終累計跌幅這麼久 部署方面 就慢慢地悶悶 其實就不用急 因為短線始終 氣氛不算很早 這裡有說 剛才有說 奧運也要確定一點 因為明天有沒有機會 真的是不是開幕 其實也有個不確定性在這裡 而且疫情來說 多個地區 或者多國 也有一個反彈的情況 我們看到內地方面 南京其實也有一個爆疫在這裡 人數不多 但也要小心 南韓方面 昨天的新增也創了單日的高位 不僅是這些地區 印象中還有其他地區 例如越南 也有超過五千宗的新增確診 日本東京也有說 其實當地的新增確診也超過一千八百宗 澳洲方面的疫情也有一個反彈 新加坡昨天 本地個案都有179宗 所以大家要注意相關的情況 恆大也要繼續留意 因為市傳說 香港相關的銀行 就不會提供 其實據報 匯豐 就不會再受理 剛才說的 屯門和長沙環的 恆大的項目 一些樓花 而其他銀行 會不會跟隨呢 其實就有一個影響 所以恆大 大家也要繼續留意 星期二也提供了 我就比較小膽 其實我就不太佔手 好 繼續下去 一些個別的消息 好像市場的研究機構 Tranfors 有提到 對於一些智能手機的預測 其實它是向下調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 它看到多國的疫情也有升溫 它有提到印度和越南 為什麼會提到這兩個地方呢 因為他們本身有很多生產基地 要留意 其實越南 因為始終現在很多的廠房 或者工廠 其實就轉了 那個位置 由內地轉了很多的東南亞市區 無論是印度 或者是越南 其實也有很多工廠在這裡 受疫情影響 其實會不會是停廠呢 因為之前不是說 只是智能手機相關工廠 而是有一些 訪製的工廠 其實也有一個停產的消息公佈了 他們停產不是很多天 可能是大概幾天至十天 要看看真的會不會有染疫 工廠有沒有員工染疫 而它要做回相關停產的新聞 但其實也有影響的 而且剛才一開始也有說 內地河南 鄭州市 或者是河南鄭州市 就是有蠔魚 其實那裡的 位置 也正正有很多的旅行 甚至乎香港 上市的 富子康 其實它本身在那裡 也有不少工廠 所以你說會不會導致智能手機 在下半年的生產量 會有下調 它其實就比較保守 它下調了不太多 只是一千萬部 但是如果多個地區 例如內地有蠔魚 或者現在有一個疫情 有機會爆發的 或者是其他東南亞的地區 疫情都比較嚴峻的話 有機會再繼續向下調 大家其實是要注意相關的消息的 好,那繼續下去其他新聞 如果其他新聞的話 昨天就看到這個新聞 也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潤電 昨天的聲幅比較大 最主要我想有兩大原因 第一就是集團有一個公告 他說他會把他一些基礎資產 就會托給華陽信託 然後發票據 所以就是 又不是叫集資的 總之就是 也可以說集資的 就是拿到一些錢的 去做之後的其他用途 集資到大概20億的 就是他本身就是拿了一些補貼 或者是拿了其他的一些應收票據 就涉及到有49間公司 然後就去做一些發票據去集資的 昨天也有兩大的消息 除了是相關的 集資之外 其實大罕也對他來說 是有一個加持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看法繼續向好 如果大家看著華陽電力公司 經常都會覺得 他是一個傳統的 用煤發電的公司 但其實集團過去來說 也是很積極 將他由傳統的發電 其實轉到一些新能源發電 現時來說 當然了 用傳統的煤發電的比例 也是比較多 例如大概有六、七成 另外剩下的就是一些再生能源 但是其實過去未來幾年之後 市場也預期會增加再生能源的比例 有機會去到明年或者是後年 在再生能源的盈利貢獻 由現時來說大概六成左右 現時來說大概四成多 有機會升到九成這麼多 因為始終傳統發電 用煤發電的話 那你很依賴煤價的走勢 還有其實毛利都比較低 但是再生能源的毛利比較高 如果佔比可以比較增加的話 其實對它營利改善是有不錯的貢獻 所以在這裏令到集團的股價 其實近期來說都是跑贏過市方 它的股價走勢有支持我星期二說的728 那時候有說 它站穩在幾個阻力位 然後繼續向上 它比較尷尬 因為728 其實已經是有相關的消息 就是叫做利好 因為它回A 還有它今天說728 就是中正監今天會回A的申請審批 有機會是今年全球最大的IPO 所以它的股價也繼續向上 它說電力相對沒有這麼大的 但是我想股價方面你要看看它能不能抽升到11.8 站穩 如果是的話 股價就有機會向上 所以關鍵位就是未來股價走勢 能不能站穩在11.8 或樓上這個位置 好 那繼續下去 最後 汽車公司 其實汽車股份也近期比較多消息 那長城昨天就升了十幾個百分比 還有破頂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出了一個P-Lim 對於中期業績就有一個快步在這裡 那盈利增長兩倍 那市場就真的比市場的預期更好 那Tesla方面昨天也有消息在這裡 大家去看看 那吉利也有一個消息 那就是說它會 叫做它有一個新的系列走出 那就是中國星 那這個是一個高端的 就是比較高級的產品 那ASP其實也比較多 那昨天就發佈了中國星系列之一 那SUV的星月L 那相關的產品的消息在這裡 那我想說一下長城汽車 昨天破頂的公司 那但是股價方面呢 我就有點解心的 那雖然昨天破頂 那RSI很厲害 那但是我們看著MACD 為什麼用紅色去圈住它呢? 因為如果大家看著 上一次升穿30元 就是上次破頂的時間 其實MACD是偏高的 那但是今次破頂呢 其實你看得到是去不回上次 和RSI也有點類近 那就是我們叫做 有一個背遲的情況 那所以如果它真的站不穩 在昨天收市的位置再向上的話 那有機會就是循環一個 RSI背遲 那走勢不算是這麼好的 那就是除非它股價 可以站得穩 我當作31元 那31元或樓上 那先叫做技術有突破 如果不是的話 小心點它有個雙頂在那裡 那所以就是要注意 股價站不站穩 31元樓上 好 好 那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以上提及的公司 就持有七二八的 謝謝 … 你也太誇張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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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